演藝圈 演藝人排行榜 现在就来先提醒制作人们的指控吧 之前看过节目 因为他都别看着他 有个人是帮助的 包围 因为我觉得他年纪有一把了 然后还这么注重保养 然后还有时候还会装可爱 你不就是王仁府吗 为什么 就又不是我前任的 才知道他结合 我真的以为他失败 我觉得选好品很良好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一样 我们都一样的有知识有气质 而且我们都很喜欢外星人 一提我爱你 听完了这些指控之后 究竟会是哪些人入选 最娘男艺人的前十名呢 一些娘的朋友 真的会在我们身边吗 黄老师 今天我们要看到 为什么演艺圈里面 有这么多男艺人 这么娘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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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少三位被认为是 超级大娘炮的男艺人 来到现场 他们对于别人这样看待他们 会如何自清呢 而这些超面的天团 会如何攻击对面的来宾 以防激烈的战争即将展开 对面擦娘的地方是在 对对 自从他割了双眼皮之后 他整个就是 娘上100分 对 而且什么割 腾龙大哥也是割了双眼皮 你敢说成龙不man吗 成龙 他会后通半三缺你会吗 他会后通半三缺你会吗 他爬双眼皮 爬五楼就吓得流眼泪了 你说他娘不娘 可是没有 我爬到五楼去了 我不知道爬到那么高 会有什么感动 那是一种对友谊的感动 友谊 对 好啦 等一下 维雯让你再辩解了 好 我们要介绍第二位 不好意思啦 许大哥 我想我应该做错位置了吧 什么意思 许大哥 对 我根本就应该跟志弦换位置 你看他今天穿什么衣服 说密尼帽子 他家隔壁伙众女真的毛衣 我后面我才能够穿这么可爱的衣服 我还以为我坐在一盏红绿灯的对面 你能看吗 小飞找不到保护色的衣服 小飞 把你Hello Kitty的内衣掀起来 我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 这个娘的特质的男艺员 你不要认为她娘 她会穿法拉利的外衣 对对对 感觉自己很man 保护色 在里面穿蕾丝内衣 对对对 不过我今天还要额外带了一个礼物 什么 我告诉你 这叫什么 这叫娘抱死男针 我告诉你 你今天马上就来问 马上就来问好不好 马上就来问 你问她看看 走一走 好不好 今天现场 谁最娘 他一会更安全 他都在一直转到半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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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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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的特質應該會有怎麼樣的表現 我覺得會勾小指頭 我沒有 我沒有 我覺得會勾小指頭 譬如說在看書啊 看報紙 或是拿咖啡喝的時候 有些人是會這樣 我覺得是會有點猶豫不舉 然後喜歡尖叫聲這樣子 所以就點個東西點點 我想要一號餐還是二號餐 一號 那不然三號餐好了 蛤 你有三號餐喔 而且會為了沒有三號餐的生氣 你跟我講什麼 三號餐啊 這怎麼也是 你知道 而且我喜歡尖叫 留長頭髮也滿娘的啦 真的 我跟你講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很多攝影大哥你知道嗎 今天在場沒有 但是他很喜歡留長頭髮 尤其是劇組的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劇組的留長頭髮就算了 因為看不到 最討厭是站在螢光幕前面的人 還留長髮你知道嗎 留長頭髮還好 對啊 看起來就很髒 對啊 我覺得 我說是五百耶 對啊 我說我老實 真的 對啊 我老實玩音樂的啊 對 我們之後當然也整理了一個板子 天啊 你真的是娘到爆 調這一 拿東西還會翹小指 剛才是第一個 這個你有看過誰拿東西會翹小指 男藝人 小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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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他拿筷子這樣有沒有 拿這樣 對啊 他拿筷子的時候會翹小指 不經意的會翹小指 他拿麥克風的時候也會 不小心 他會養飯 對 他主持在主持主 對 然後小鐘是翹一隻嘛 Pony是翹兩隻 哦 兩隻麥 所以這也很明顯 那個大衛看過誰了 包大哥 包文明 包大哥 他有時候會翹小指 有時候啦 蹭跑跑的時候嗎 對 他那個麥克風拿的時候 其實他現在 他現在比他剛出道的時候 真的是已經 沒多了 真的 包大哥因為你看他那個 白白嫩嫩的 唇紅齒白 那我是真的借過他 跟剛剛他剛剛講的凡歌 是一樣的道理 謝謝 凡哥剛剛出道的 我上次聽那個 賀一航 賀大哥也是講 是是是 他說哇 那時候大家以為他是女神 對 對 他是不敢彎腰 很清秀 為什麼 不敢彎腰撿東西 他給應該是夾手 不是 當兵 你咋不要彎腰撿肥罩 然後剛剛過去說 對不起 對著騎就完了 我都沒有 這是我印象中的知名主播 對 名旅遊專家 你要有這個 全球冒險家 而且是哪一個夾著騎 真的 真的 第二個 走路動作 扭扭 捏捏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怎麼走 會怎麼走 就是走路是 這樣子 怎麼會小碎步 這樣子 你那邊附近 那你最愛走 你最愛走 就是我們以前高中 我們同學就有一個這樣 喔 不是 你叫我的名字 小飛 蛤 幹嘛 有那麼 哪有那麼雀躍 對啊 他小歲不這樣子 我們來比較一下 一般正常的人 大衛 大衛正常嗎 就這樣子 這個是 捷運之狼的腳踏 但我覺得你走得有一點怪 有點 有點 猥褻 猥褻 你知道嗎 不是 他這種走法 是有他便秘大概三四天有沒有 對 來 我們來看正能君子的走法 江偉文 不是 他在尖點女友愛太多了 所以他走路偷偷摸摸有沒有 而且後面還只有他 他主是會派任務給他這樣 對 基本上這樣走路的人不是你 好像神經病 在那個很小小的化妝間在畫的時候 把他化妝師說 拍的時候那攝影師還說 我剛剛某一看 我還以為是王祖賢 太狗了 走他眼睛要去雷射摸他眼睛 這種人可以當攝影師 然後我就想說 我再也不要翻女裝 就上禮拜拍江湖嘛 要翻女裝 樓建山比女人還囉嗦 碎碎念 這個我們現場 誰誰誰 氣象中有誰呢 趙哥 趙哥 你眼看講 真的嗎 因為他不在現場 對啊 我打電話 你現在打電話給他好了 所以他怎麼碎碎念 沒有他會 假裝罵帳禍啊 然後劈一趴就一直罵 一直罵 一直罵 對啊 然後什麼事情都講一大堆道理出來 喔 所以電話掛不掉了對不對 對 掛不掉 喔 好 小朋友小心 對 三小容易受驚嚇 容易受驚嚇 對 這個東西應該就是 怎麼叫容易受驚嚇 看鬼片吧 看鬼片的時候 對 看恐怖片 明天要飛車啊 或是遇到高的地方 就是高空彈跳啊之類的 扭扭捏捏捏 攀岩啊 攀到五樓高就在尖叫啊 看我們三位有誰 去看鬼片 會受驚嚇 看鬼片就是 會嚇到不敢看 我承認我一定會 怎麼樣 看鬼片就是要很投入啊 你不可能一個 看到一個很恐怖的畫面 還這樣子很鎮定的這樣 那你的表情是什麼 是刺激啊 假設恐怖來 嚇到 那都掉了 這還好 這還好 我上次我們那時候去錄 冒險奇兵嘛 然後我們跟承承哥 在遊覽車上面看一部鬼片 叫做 靈異孤兒院 那很恐怖很恐怖啊 我看到尖叫了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坐在後面 警察面趕撞出來 沒有 晚上搭一夜車的時候 很恐怖啊 然後大家都在睡覺 我在那邊看 讓我尖叫 他們跟你去那麼多國家 沒有讓你 覺得受到驚嚇的嗎 對啊 其實最大的驚嚇是 你不知道敵人在哪 還是情空亂流 沒有 那個都不怕 其實怕的是 就像比如說在 在天安門採訪的時候 或者是有一次 一所PR 政變 那那種就是 你會有一種 莫名的恐懼 就是你不知道 你對天安門外面槍爆聲 很未知的 或者跟你抱在一起的人在跑 但那個人就是 忽然就 你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流血了 然後他就倒下去 他都不知道 他自己已經中彈了 那像這種情形 真是喜劇電吧 你真的流血了 不是 朱廉平導演的電影 沒有沒有 聽說 聽說有些人就是 人在第一時間 反應不過來 他真的中彈 他看到 他看到那個血還爆出來 但是我覺得今天在場 膽小這件事情 不會發生在許大哥身上 對 現場有人 我們有來賓 敢去釘十字架嗎 就是那麼長的釘子釘下去 他敢做 道別知道都痛死了 真的是很痛 但是我們條件五 來 比女人 來 之前那個秉諺 秉諺 來我們節目裡面 真的每一個保養的程序 他都知道 還有啊 安若迪啊 對對對 他會修眉毛 國倫老師也很清楚啊 怎麼說呢 他上次就有講過 他卸妝的程序 我跟你講 男藝人也是要卸妝 我們也要正常的卸妝 才不會臉上才有副作用 這我覺得很不公平 因為男藝人 因為我們是每天在上妝嘛 你總是要把自己的皮膚處理好 好啦 不然我們來問一下 曉飛你man down 你怎麼卸妝 你告訴我 我覺得 牛大便卸角子啦 沒有 他會去找牛的啦 比較老 牛大便 有 上次好像 不然我們也有討論過 牛糞 對 因為裡面還有一個牛的 而且他只是用沙紙卸 要卸妝 你幫你們卸角子 他不是用沙紙 他是用那種釘滾的 不是連卸都不用卸 這裝潢的錯 刀錯 好糟喔 好糟喔 沒有淘汰的 大衛 你怎麼卸妝的 就 隨便嚕嚕就好了 你有在保養嗎 沒有在保養 看得出來 他沒有在卸妝 他用那個可麗鏡在清洗起來 好啦 我跟你講 今天這是五個條件 大家多少都有一點嘛 是 是 是 都沒有的舉手 都沒有的舉手 都沒有 都沒有啊 這是誰啊 大頭啦 舉手啦 舉手啦 我們真的都有人 你還撤銷死了 你是不是 你才會打死都沒有就對了 好啦 我跟你講他真的沒有 因為他是電車吃汗 他不會 不會講 對 聽說我們有那種 涼泡十大排行榜 你知道怎麼來的嗎 怎麼來的 就是聽說是訪問各大製作人 然後在節目上的表現 我們做了一個統計 你們三個不知道會是第幾名 賭一下好不好 蔣偉文你覺得你第幾名 我覺得我可能完全不在榜上 對啊 那有了怎麼辦 有怎麼辦 有 開什麼玩笑 有的話當然 他有的話 有的話我就 公開一次 有的話我就 後著臉皮 待在演藝圈裡面 OK 夠沒 對不對 我們期待 我也覺得 我怎麼可能會再死到 你怎麼會這樣講話呢 看到沒有 那就是正經 OK啊 三夫六婆 蔡兵哥 不要展露出來 露出馬腳了 蹦蹦蹦到膝蓋這邊 露出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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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喔 天啊 不要模仿李佬 你不要模仿李佬 你不要模仿李佬 我覺得一定會有我啦 會不會 開啊 開啊 好 我們就來 我們就來 對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十大台灣榜 到底是誰 來 請看 第十名 不公平 應該是神山的 我都要幫小陽哥講公道話 因為他演技太好了 公道話 因為你看他演戲演得多好 對不對 然後忽男忽女 然後 還是不男忽女 對不對 感覺就是把那種戲劇的張力 發展到裡面 你覺得涼涼相戶嗎 涼涼相戶 那天在定妝的時候 我真的有點想哭 大家也都想哭 他是感動的想哭 終於讓你演到這個角色 對 他抵戴了好久 不是不是 三十多年來發現自己應該 然後那天 真的正是在拍的時候啊 然後在那個 在那個很小小的化妝間在畫的時候 對 旁邊的人就是會這樣 我也可以理解你的感覺 然後化妝師說 欸 你是第一次嗎 我說 然後去拍的時候 那攝影師還說 喔 我剛剛 我還以為是王祖賢 我還以為是王祖賢 太狗了 我那眼鏡都去雷射樓 我那眼鏡 你這種人可以當攝影師 然後我就想說 我再也不要半女裝了 因為上禮拜拍江湖嘛 又半女裝 第十名是獎娘炮 你越來越深 他是溫柔的男人 溫柔的男人 也是假姓娘炮而已 假姓的 而且要排在榜上 也排前面一點嘛 排什麼第十名 對 那我們就想要來看 第九名是誰 沒錯 他為什麼會贏我 第九名是 來 請看 這一點真的是很奇怪 我想是不是製作單位為了 這集節目 要把我們三個名字抽進去 對啊 對不對 我覺得會不會有這樣的 最近浩平哥拍的廣告 也是男子漢的感覺 但是我跟各位講 沒圖沒證據 OK 浩平哥 有 VCR 真的嗎 你有才華 你有才華 其實很容易吸引美女的同學 那個時候 比如說廖姐那個時代 應該是 四騎士時代 對不對 我們那個時代是什麼 什麼 帶動唱時代 你用帶老師啊 我的天啊 我給你講 少於寧歌 帶動唱 待日一三季 黃哥 陸海流 你要這樣 你知道 那時候是流行上什麼 拜訪春天 媽咪我們那個小小第三節 我的天啊 我跟你講 這招追我用 你一直說 好棒 還有才華 真的還有才華 你這招先生嗎 你這花 我跟你講你的學姊 我那個時代是兩個 你這招追我也有用 你這招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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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浩平哥會跳民俗舞蹈 太癢了 沒有啦 說真的啦 應該怎麼講 像我們的年代 其實追女生最好的方法就是 跳民俗舞有幾首號 他會跳洪彩妹妹 對啊 那你會跳舞娘 那我們歡迎 洪彩妹妹 謝謝 謝謝 那你會跳舞 這樣就夠了好不好 你知道怎麼說難練 除非去美英女表演呢 應該是見宗的啊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要才要 那個時候你知道 男生沒有當兵不能出國 所以我們都小心辦法 去考那青年有好訪問團 然後進去以後 像我是國樂跟聲樂考進去 可是就要學舞蹈 所以那時候開始劈腿 劈腿 劈腿 你現在還能踢嗎 現在還能下腰 唉唷 行不行 下腰耶 可以下腰撿鑰匙嗎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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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好可命喔 好棒喔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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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的東西都比較靜態文藝的 比較安靜一點 他比較 他比較成功力一點 喔就是說他都是玩 無敵鐵金剛你玩巴比歐 我也會玩軌道車耶 喔 都會玩軌道車 其實我真的有做一個很娘的事 喔 什麼 你說 要說出來喔 不要摔小 我已經做了六千多幅的鴨花 鴨花 鴨花 喔 就那個圖畫的鴨花 沒有就是世界各地採的植物 花把它鴨子 鴨花 對 因為我旅行世界各地嘛 那除了收藏以外 我也撿各地的花草植物來做鴨花 這很man 欸我想我容易會吃 這很man 你會說 你屌高 在全世界裡面算man的 你會摺小青青嗎 為什麼變娘了 為什麼變娘了 你也回不來了喔 怎麼說起來 所以一個男生 還是你志工了 所以一個男生喜歡跳舞會變娘嗎 看跳什麼舞 舉個例子 就是雲門舞級的那些男舞者 林懷銘那種 最會感覺你要是國際標準舞 因為他們的屁股要這樣扭籃有趣 其實那個非常好看 但是在一般人看起來 就是男生哪有人這樣走路 而且男生那個屁股都要往後翹這樣 帶女生對不對 屁股上你可以這樣子茶杯 跳民宿舞更娘了 跳民宿舞 而且會嚇腰的那一種 我覺得是跳舞 或者男生我們就像跳芭蕾舞 像那個 像那個篤林哥什麼 他以前會跳芭蕾舞 芭蕾舞王子 芭蕾舞王子 就感覺上他的腿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一個男生開始有 對舞蹈有興趣 就是變娘了開始 例如說 他叫你給我小心 他開始往舞蹈界發展 他開始往舞蹈界發展 所有男舞者們 你們應該很了解到 你們應該攻擊的對象 我沒有別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應該是說娘的意思就是細膩 有那個特質 才能跳 不然你跳得大拉拉的 細節都不注意 那不好看 對 娘在某意思就是細膩 OK的 所以 OK的那些話在講 OK的那些話在講 好娘 想要轉回來就對了 沒有啦 我就是覺得 因為到第八名 還不算真的娘嘛 前三名才算嘛 那到底第七名會是誰呢 請看 對 這就是像人這麼瘦小對不對 他講話頭不大聲 他怎麼比較瘦小 這也像瘦小在哪裡啊 他高歸高 瘦高 瘦高 他瘦高型 他這個樣子長得比較 清秀 對 清秀 像日本日姓啊 他好像生氣會這樣 然後我跟你講 有點像瘦下嘴 所以他眼神像 俏皮的女生 對 他眼神是 先我眼神再過 譬如說我瞪 好 來 你說 我瞪兩個就這樣 還有很像 而且加上他有時候會翻白眼 你知道嗎 真的 之前哪一個 那特色 我要問你啊 你看我多變 你平常就這樣 我覺得彥均 米老鼠姐姐 對啊 彥均做的就是 感覺淘氣 對 你做的就是我 噁心 噁心 你再配上那個米老鼠 真的噁心 太可怕了 沒有鬆憲 真的嗎 而且這隻米老鼠 真的好小喔 他沒有稱大 沒有 超你隔壁的小妹妹的衣 對 沒有稱大 那像阮驚天眾 就不會人家 就不會覺得他 他原來救生員啊 可能就 對 他有黑黑的 比較健康陽光嘛 因為他有一些報道跟沙灘有關 對 所以大家覺得他很美 很美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六名會是誰能見入佳境 楊道報 我們現在來請潘若迪的發言人來發言 對 這個我跟他算是應該有一年多的好朋友 你們交往一年多 算是誰哪有啦 他就是偶爾三步想買東西 聽到音樂他就會這樣 然後去舞廳也是就 他就斷圈圈 很像那種 他在那邊斷 而且你再起來一次 那個潘老師都會講的 Single single doub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double Pool I know you can do it 而且他很注重保養 真的 而且他每次都是 開始在那邊拔眉毛 修得非常 沒有沒有沒有 他修得還蠻整齊的 有一次他說要去那個 Prada買包包 想說他可能要出國啊 買個大的 對 開始那天去就挑一個包包 小小的這樣 然後店員就說 你這是要裝什麼用的 他說沒有我要幫 裝那個保養品 他說再拿一個大一點點 大概這麼大 他說這個不夠 應該要再大一點點 大概要這麼大 包什麼面膜啦 保濕啦 遮瑕啦 什麼東西一堆的 不過這個也OK 因為他還是要 拿一個包包來裝嘛 可是潘老師啦 穿著很娘啊 會看一個男生 然後穿那種 露肚子的背心 然後外面再套一件那種 很大個的那個針織 意思是現在 有點像小可愛 對 就是男生般小可愛 人情 有沒有 接下來我們要看 第五名會是誰 屁啦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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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的 他寫的不是郭彥甫喔 對 是郭彥均 怎麼可能 兄弟 兄弟要怎麼噴啊 故意把那個人爛透 怎麼可能 別再變點了 就來看看弟弟彥甫 對你的主控吧 比如說 摺衣服方面 他在家裡摺衣服 就 他的衣服都一定要摺得很神奇 但是我的衣服呢 他就可以隨便亂丟 你知道嗎 有這種道理嗎 這不是只有女生才會這樣子嗎 對不對 把自己的東西都好不好 然後就是破壞人的東西這樣 像在保養的部分 當然他是 會敷面膜嘛 然後我也會敷面膜 但是我敷面膜是睡覺的時候 就睡覺他們的褲 然後快睡著的時候 我就把它撕掉 他不是喔 他是怎麼樣勒 他不得面膜然後走來走去 他在調內褲就要走來走去這樣 感覺就很癢 他聽到也是 寫很久 你知道嗎 寫很久 然後寫的全都是報告之後 然後然後才會重掉 說實在 本來弟弟就比較Man 大家都這樣說嘛 對 因為他流行意思 那哥哥就是喜歡 你喜歡 從小你們兩個不一樣 你喜歡的東西都比較靜態文藝 比較安靜一點 他比較 他比較神經病一點 所以說他都是玩無敵鐵巾 讓你玩Body娃娃 會玩軌道車耶 會玩軌道車 你女兒我們摔巴比娃 後製倒車 對 好Man喔 好Man喔 你女兒我們摔巴比娃 要蹤蹤啊 你又把 刚开始有 那现在的我是 刚开始有 怎么这么糊涂 因为毕竟她还是女生的样子 对吗 她还是女生的 白眼看得出来 除了衣服是女生 她有音看吧 她有音看是女生的 然后这时候 然后我就发现了 跟她交到朋友之后呢 交我 她就交我 她就交我两个字 借借 你们交往多久分手了 没有在一起啦 没有在一起 我发誓 一个人 一个男的 被拍到跟小甜甜出去 真的 我觉得这就是 是不是 这就是很man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是姐妹 姐妹才会找小甜甜出去 她在我心目中 她在我心目中 是第一阵的龙骑士 你懂 你还不讲龙骑士吗 你是吗 龙骑士 我是龙 我是龙 龙是心龙 小甜甜是龙 我不是很想 小甜甜起你身杖 没有啦 她算你是龙喔 而且我刚刚讲 我都觉得这是 一般男人 不会做的事 没有 因为 我其实我不知道 我不太会跟女孩子相处 你把她当姐妹 对不对 老实说 不是 不是 然后你们一起去放小礼堂302 对不对 哎呀 刚好在打车咧 至少不是谁 起死了 我因为我 你解释一下 我对女生有没有 因为其实我不太敢跟女生太近的讲话 了解 因为我怕女生会觉得说 很 这男生很轻浮或怎么样 尤其在演艺圈 我觉得很容易被传开 你有把小甜甜当女生吗 刚开始有 那现在呢我是 刚开始有 怎么会这么糊涂 我明白怎么这么糊涂 因为毕竟她还是女生的样子嘛 她也是女生的样子嘛 她也是女生的样子 她还挺能够出来了 除了衣服是女生 她有听看嘛 她有听看嘛 她是女生 然后那时候 然后我就发现了 跟她交了朋友之后呢 交往 她就 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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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了 我是说 我是说跟她交了朋友之后才发现 交往 没有 她交往 她说过 她说话就这样 建均 你们交往多久分手了 没有在一起啦 没有在一起 我发誓 我真的没有在一起 没有跟小甜甜在一起 真的没有 好朋友 真的 好朋友 太女后 好朋友 你不需要去回答 寄货的问题 原来 原來他的他聲音都說我聽起來 你聽聽說我聽起來 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名會是哪一位 蔣偉雯你剩的蛋啊 王仁甫以前剛剛是偶像團體的時候 他們的團體超愛淡妝 對 而且他也是那種褻紅齒白類的 對 他有點哇哇的 還要聞眼線 對 聞眼線 你們三位都沒有畫眼線過嗎 沒有沒有 畫眼線 內眼線 講很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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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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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都不常啦 偶爾有時候突然心血來潮 畫一下而已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位 也就是我們的第三名會是誰 凡哥 凡哥那時候剛出道 看到他那種唱片封面 就好像是一個 剪的短頭髮的一個小女生 對 對 很秀氣 後來他演短劇的時候又扮女裝 比 那什麼婆婆是不是 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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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跟什麼賀大哥他們演短劇的時候 他們扮 穿女裝的時候 就比女人還女人 他有時候會演那種小朋友 對 對 那時候也很像 很像是不是 整個在化妝 他畫完還會這樣 這樣剝一下 現在進行到這裡 很緊張 很緊張 現在只這樣兩名 蔣偉文還沒出現 我跟你講 就有可能是 蔣偉文你們賭他是第幾名 第一名 不可能 他說 他要嗎第一名 第二名大餅 他不然 我覺得他就是第二名 因為我覺得大餅還第二名 太害怕了 對 你不曉得你潛力走走 要不然就是 蔡莉菁是第二名 他不是第一名 再來 彥均 你覺得 他是第幾名 我覺得他成頭香 有可能 大餅 小餅 孝妮 你都贏了 但是最重複的是 都沒有他 男生借一下 到底 第一名 會不會是 蔣偉文 那哪邊 你們要說是的話 順時針 是的話 就是順時針 不是的話就是逆時針 真的是 麻煩請開始 逆時針 逆時針 這是逆時針 對 現在又是順時針 現在又是順時針 現在是順時針 這時候好像只會停而已 不是嗎 看你要怎麼問喔 果然 才為什麼要停了兩次 你說停了 逆時針是逆時針 逆時針 那他可能是第二名 他可能是第二名 第一名可能就是你們剛剛講的 對 那兩位 聰明 聰明 那有沒有可能爆了門是David呢 我跟你講 有可能是並列 大家要鎖定我們節目 有可能我們都不在上面好不好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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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各位講啊 到底會不會是 讓你們跌破眼鏡的名單呢 所以我們先來看 第二名會是誰 請看 你覺得司法是公平的嗎 但我呼吸一下 沒辦法提出抗告 好 我駁回 我很難過 我說真的 因為你們沒有跟我講任何的實例 你們就把我放在這個位子上 我們現在要講 我合得 我們現在要講 他真的哭了耶 他真的哭了耶 他真的哭了 誰是膽小鬼 那還用講 對啊還用講 誰是愛哭的膽小鬼 誰是愛哭的膽小鬼 愛哭鬼 怕高 對 又怕高 是坐那種玻璃的那個電梯 他會哭 他也怕蟲 小的蟲他都不怕 我記得 誰不怕蟲 我們剛出道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差不多八九年前 在台灣也流行那種玩遊戲的節目 對 對 那時候乃哥啊 晨晨組織那種什麼 台灣紅軟啊 我們以前常商 在那邊 他們把那個 布 拿出來 就是一盒那種 麵包蟲 麵包蟲 我們兩個 我跟張冠友就 OK好 就抓乒乓球嘛 有時候是說一眼的你知道嗎 很怕 拿蟲出來 我不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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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邊做菜 我部落格裡面有個單元 叫做 講公廚房 哇 蔣偉文在自己的部落格上的標題 就是講公廚房 並且常通常美食教學的做法喔 其實最近那邊做花生餅乾 我自己家裡的小烤箱 然後介紹我看他怎麼做花生餅乾 那我把步驟都拍下來 我最喜歡什麼口味的餅乾 我會毫不猶豫的回答 花生餅乾 我就寫這些無聊的東西 對 我通情量是多愁善感 對啊 為什麼看到麵包蟲會多愁善感 這麼多麵包蟲 因為節目一瞬間就要消失了 你知道嗎 真的有一種男生是非常多愁善感 對啊 他就看到夕陽看到美的東西 甚至看到自己水中的倒影都會哭 哎呦 對啊我覺得不是欸 真的我覺得男人哭也是 有些人不敢哭 不敢把事情講出來 對 那種我覺得才是真正的 所以蔣偉文你拿到第二名 你是難過還開心啊 開心 只是我很猶豫 因為我 拿第一名這麼多是好處 蔣偉文是第二名 那誰是第一名 到底第一名會是哪一位超級 不要同缺 我跟你講 我們來猜猜看 我們來猜猜看 不准同缺 我們來猜喔 先不要接 你覺得是誰 是誰 Tony Chen 喔 你呢 Tony Chen 大餅或小餅 喔 大衛 梅哥雙眼皮請和蔣偉文 他的前半身就對了 對 我懂我懂 那時候他更愛滾 我覺得這第一名公布 會不會讓我們跌破眼鏡啊 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我有預感 黃國鼓 對 對 對娘的男藝人 第一名究竟會是誰呢 他是講話是男人 但是他內心裡面 很少 用小女生來形容 真的 你願意為自己的話負責嗎 我願意 如果撥出來 他也不爽 別你怎麼辦 你願意負責嗎 第一名會是哪一位呢 剛剛他們說的 還是就是我身邊的這一位呢 請揭曉 在揭曉第一名之前 趙哥早就偷偷的來到錄影現場 對於現場不知情的來賓 他們猛烈的炮火 趙哥會如何看待跟反擊呢 對 今天他們如果敢講我太多的話 我為什麼會反擊呢 尤其之前 少飛 大衛 他們三個怎麼卡 聽他們三個敢批評我嗎 算了吧 喔 趙哥落下狠發啦 這些不知情的來賓 會如何出現機會 酒禮趙哥 而一切開的眼淚的趙哥 會如何反擊呢 趙正平 趙哥 怎麼會這樣 你之前會這樣嗎 趙哥都把娘 掛在嘴邊 對 但前面會多兩個字 XXX你啊 對 有可能是趙哥 對 但是我發現趙哥有一點點陰柔的部分 怎麼說呢 以前他都是很大啦啦 像一個很男子漢那種感覺 有一次我們在嘎那個三寶麵的時候 是 就約七點 七點的時候我去接他 因為他有一陣子車子壞掉嘛 我們就去接他 然後六點半我還在車上 他說 志賢你快到了沒 我說快到了不是才六點半嗎 對 他跟你不要遲到 我們要去拍戲 不要讓人家遲到有話講 這樣 他說你想要吃什麼餐這樣 在麥當勞 喔 我就說 我想說趙哥脾氣那麼急 你就要去哪一號餐去看一下 有什麼 他一定不會去看的嘛 我就隨便講一號餐這樣 然後就 我到了之後 他就把那個餐拿過來 喔 一邊開他就一邊弄 說欸 你要不要現在吃我弄給你吃這樣 我說沒關係 我到現場我再吃就好 他就慢慢的把那個咖啡打開來 然後倒奶精進去 然後用那個煮飯幫我來一來 就這樣丟給我 就丟給你還是這樣 就這樣 你不然有一個畫面你知道嗎 什麼畫面 怎麼會來之在 好像把他頭壓下 沒有 我好像 我下了班 然後趙哥圍裙 在那邊煎魚等我回家 喔 是不是 子圍圍裙 其他都沒有穿 那是辣妹廚房 喔 他可以為你吃薯條嗎 有 他就把那個包裝打開來 對 他就漢堡給你 沒有 這只能代表說他滿細心 照顧你這樣 沒有 還有 你講完嗎 我講完 我跟你講還有一次我跟他 你也要抱他跳嗎 我跟他就去那個花蓮看 我爸爸在那邊拍戲 然後我們就住在光復堂場 一個宿舍裡面 宿舍 當然兩個男的一間 這有什麼嗎 OK的 這OK的嘛 然後也是兩張單人床 不是OK的 可是你們兩個都有上榜 單位很快 單位很快 你看過耶 對啊 沒有沒有 你都不足啊 沒有沒有 我跟妳講他娘的部分 他這引我的地方在這裡 是說兩張單人床嘛 對不對 然後那一人一張 這有什麼嘛 OK 又不是說一張大的雙人床 大家在那邊 兩張單人床 大家在那邊睡 睡完了 欸 去洗澡嘛 洗澡完回來以後 大家就準備要睡覺了 是 他覺得很扁扭 很不舒服 我們是兩張單人床 對啊 而且他衣服也不脫 是 他是怕我撲過去嗎 我還怕他撲到我耶 你不要嗎 穿雷絲內褲 他整個人 他整個人覺得比較滑袋 你說 喔 是因為他的內褲 雷絲內褲 要脫下來就被你看到了 喔 有可能 如果照你的 照我們的排行網邏輯 他真的會不舒服 我覺得如果旁邊是蔣偉文 他會好一點 因為蔣偉文是這個 你不要差太遠 他們 你們兩個range跨太大 喔 所以說第一名跟第一名 冠軍跟亞軍應該來比一下 對對對 我覺得趙哥他是 講話是男人 但是他內心裡面其實是一個小女生 怎麼說 小女生 你用小女生來形容 真的 你願意為自己的話負責嗎 我願意會 如果播出來趙正銘看你不爽 別你怎麼辦 你願意負責嗎 反正我不講他也會別我 有道理 有道理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 綜藝節目的常客喔 誰 然後到人家的節目裡面 嗆人家說 老子下次不來錄了 但是他為什麼下一集還是看到他 就是女孩子說 我要跟你分手 我要跟你分手 人家不來了 我會分手 對嘛 最後一次錄 冷王牌大間諜了 老子下次再不會來了 然後下次還是看到他 你的意思是說 趙哥常常動不動的時候 其實希望我們拉他說 趙哥回來這樣 對 對 不要用小女生的皮膩 小皮膩 而且跟小女生一樣 就是你弄他 他就會有反應 你弄他 然後我們弄他 你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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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真的很男人 真的 男人中的男人 所有這些事情 都是因為他有一顆玻璃心 OK 對 那你還可以 對 是玻璃心 那你剛剛要講他 你看 好可怕 趙哥很态 趙哥很态 等一下 我看這個好帥喔 趙哥 趙哥我跟你講 我知道 你要一個一個打回來 我知道 你等一下 因為剛剛他們兩個也說你很娘 但是他們還沒講故事 你已經忍不住的罵他了嘛 我想聽聽 你在現場 他們兩個要講什麼故事 小妹 沒有 張哥在我心目中是一個 你拿一點鼓氣來好不好 好娘喔 你們 好娘喔 你看他要講的是說 趙哥只敢欺負沒有敵意的人 對其他人都很溫柔 跟Gay的個性差不多 你有沒有上面寫杯 有啊 是你 你要講的 是嗎 請 請 請 你有沒有在耳朵 等一下 好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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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多女人換毛皮上次碎嘴 喜歡在背後說誰誰誰 不好這不然就愛嗆我 再也不來我再也不跟你好 這都是女生會講的 大衛出來 這一次 你要撐遠一點啦 不然被打到你倒楣啊 你XX 你XX 黑一點啦 大衛 你XX 你XX 他也說有 只是他的沒有寫在上面 你應該講怎麼講我聽聽看 我覺得你剛才丟水說 可以噴嗎 不是也要頒獎員 這一名的獎座 我也說馬上噴 我跟你講 邵志明我要跟你講 今天選出你第一名 不是我跟梁樂泉 也不是他們 是製作單位去訪問很多個製作人選 對 我不相信 大哥麻煩你講一下誰講的感言 對 誰講的感言 這個王牌大劍姐 從來沒有人公主 沒有人公主 沒有人公主 那你得盡一點 你都會一直 一邊扛著一邊講 哎呀 你真煩啊 我的意思是說 他剛剛說 哎呀 你真煩 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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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聽 你是沒有被噴過 你是沒有 你是沒有 不要這樣 你講 你講 可是他們也有講 他們剛剛一直在點頭 很涼的人 很容易見小燈水 對 你被噴死了 各位 他連山被我拔掉了 你們在盡量講 你在講 你要不要擔擺 你只用嘴巴 你噴啊 你只用嘴巴 你如果不是娘炮你就噴死了 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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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反正你 你第一名嘛 那不如你來做個Ending 對不對 今天這一集 你得到冠軍 要娘的那一個 還是謝謝 全球70多個國家的 網友鄉民觀眾的粉絲 既然我有這個榮耀得到 最娘炮的藝人 我是覺得蠻怪的 第一名 當然謝謝 謝謝在座那麼多 娘炮的代表 你那麼多會批評娘炮的這些 謝謝幕後工作人 也謝謝兩位主持人 謝謝兩位歡哥 謝謝你們 那請問邵哥 你有進行殘連下一屆冠軍嗎 好 做Ending 你是不是破我的感覺 當然啦 如果說來一年啦 我還 我還有榮幸 還有榮幸 還弄你 繼續殘連的話 那如果真的是要第一名 我也OK 他脫的Ending好長喔 對啊 你很想到你這個 現在這個感覺 Ending他好長 黃梅大姐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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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哪位自身藝人 遇到包紅包就裝啥 我們現在包紅包 他的故意裝得很大 然後也都不講 真的 等一下 你們小本子 來小本子 我那個講 然後 不要 好帥喔 就是他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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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為你講我的話故事嗎 黃黃才華 好 因為這一種不發紅包的 我們應該可以選擇 是的 好 一二三 究竟是哪位自身藝人 空門不給紅包呢 終於是昨午晚上九點 勝利盾位台三十頻道 王牌大見點